哈囉大家好,我是零爸 這兩年電視賣的特別好 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大家幾乎都待在家 會想把家裡弄得爽一點 這兩年我也陸續開箱了很多台電視 我自己的電視選購原則就是 第一個 只要你擺得下 越大越好 第二個就是內建安卓TV OS 以及內建Netflix 它可以支援原生的4K 能夠擴充各種App 第三個就是 QLED亮子點的面板 它的色彩會更好 對比都會更佳 黑色也會更純淨 那第四個就是 各大的HDR規格支援 那可以忠實呈現電影的原色 那第五個就是大家最需要的 手機投影 不管是安卓啦 或者是iOS 那今天介紹的這一款就是我開過最大 大到超無想像的電視 就是我身後這一台 JVC 75吋 QLED的亮子點 超大型顯示器 它的型號是 JVC 75L QD 它不只是剛剛我講的這些必買終點 通通具備 那更重要的是售價 75吋亮子點喔 它不用4萬 而且規格又超齊全 好 那我們就話不多說 一起來開箱吧 Let's go 今天這台JVC的雙刀流 QLED加Android TV系列 它一共有三個尺寸 分別是55、65、75 那我這一台是最大的75 那貨運從公寓樓下 往上搬的時候 我就整個被震撼到 它光是箱子要超大 它的大小一定要兩個人以上去安裝 那如果你從木木買的話 應該會送安裝 那壁掛要加購 那師傅會先幫你做初步的聯網設定 那V字腳架安裝 以及教你怎麼登錄這個Google帳號 接著 你就可以開始感受這個超巨頻的震撼力 這台JVC 75吋真的是不一樣 堪比電影級的超巨大螢幕 那也來跟我家的55吋比一下 本來我已經覺得55吋蠻大了 可是看過75吋之後真的是回不去 JVC 75吋LQED真的是超級大 它的寬度就差不多等於我的身高再多一點 你看看這畫面的大小 不管是看電影、看新聞、看YouTube 所有畫面都放大了 只要你家裡擺了下 我真的覺得75吋是非常爽的一個尺寸 好 再來我們來看到它的外觀 JVC 75LQED幾乎無邊框的造型 四周用著非常窄的髮濕金屬圍繞 那邊框的寬度大約只有一公分左右 髮濕紋的優點就是它不太沾指紋 那它霧面消光 也不會因為反光而造成觀看的困擾 在螢幕中央的正下方是實體按鍵操作 上面有狀態燈 狀態燈在開機的時候會亮藍燈 那關螢幕待機的時候會亮紅燈 這整台顯示器 最厚的地方也只有7公分 如果你有壁掛的需求 它也很適合掛在牆上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它的介面 它背後有壁掛孔 它的全機重量是24公斤 如果你要找壁掛架的話 記得找能夠負重30公斤會比較安全 那下面有一組喇叭 可以朝牆壁反射音效 再來我們來看到它的介面 介面真的要齊全喔 你才不用在那邊拔來拔去 那JBC75LQD 它有三組HDMI 一組射差 兩組USB RJ45 光纖音源 類比音源 那我覺得它的配置很合理 像這些HDMI 這些影音家電 它會放在電視櫃 所以它的走線會朝下 那你要插USB 它的走線是朝左 配置都很合理順手 像我兩個兒子在寒假的時候 接筆電玩Steam裡面的黑暗軌跡 用75吋玩根本是爽死 好看完介面之後啊 接下來我們來看到重點 就是它的金屬量子點 它是一台看得到差別的電視 那我們傳統買電視啊 第一個就是看解析度 那看是4K還是FHD 如果都一樣的話 就比顏色差異 那我們為什麼要首選 QLED呢 目前主流電視的面板 它的排行應該是 QLED 等於OLED 再大於LED QLED的量子點面板就是 高彩度 色彩保額度很高 那它的金屬量子點綠光片 可以增強色彩跟對比度 而且它的顯色數高 可以接近人眼看到的畫面 極廣色域 大於100% 可以顯示更純淨的顏色 那我在這邊展示一下一些 我們平常看到的畫面給大家看 比如說YouTube是大家最常看的影音平台 各種內容都很豐富 光是在上面就有很多高畫質的影片 那JVC 75 LQD可以讓你直接看到4K HDR的畫質 那它的色彩濃郁 飽滿 看什麼都是享受 而且真的好大 那像我自己家裡的客廳啊 大概是3公尺的寬度 以前我坐在沙發上 看著55吋的電視 雖然覺得畫質不錯 可是因為有一點距離 所以你會覺得那個畫面看起來好像就是 看電視的感覺 可是這一次換成75之後 同樣的距離看更大的畫面 以前覺得在看電視的感覺 現在真的像在看電影 很多以前覺得皮膚不錯的明星 現在我在家裡看他的膚質 都看了一清二楚 而且更重要的是 它是內建安卓TV正版OS授權的一台顯示器 那它的遙控器上面就直接有內建這個 YouTube Netflix Google Play 以及 Prime Video 那除了內建的之外啊 你也可以自己去下載 Disney Plus Apple TV KKTV 買Video 這些各種熱門的影音App 都支援 那你可以直接看 裡面4K HDR的影片很重要 好接著我就直接讓你看一下 Netflix目前最紅的一些片段 那 一定要原生支援Netflix 才會有4K HDR Netflix比較貼心 它在片頭的左上角 就會直接顯示 它有沒有支援HDR 比如說像過年期間最紅的這一部 華登初上 楊錦華在這部戲真的是 氣場全開 每一幕都非常漂亮 你看看這細節 75吋真的是每個女明星的夢魘 看得太清楚了 你看它的皮膚啊 妝感啊 皺紋啊 都無所遁形 再來過年期間 我也看了這個 殭屍校園 班長南拉變成迷豆子 真的是超帥 還有鬼滅之刃油鍋篇 這個號稱 經費燃燒的第10集 不管看什麼 它的畫面都超大 超精細 而且顏色飽和 在家裡看啊 真的是爽度非常高 再來有安卓TV OS的優點 就是能夠擴充 那而且它不分平台 像是Apple TV啊 Disney Plus啊 KKTV 愛奇藝 巴哈姆特 動畫風 你要裝什麼就看什麼 像我之前在Apple TV上面 也有買的影片啊 在這台電視上面 也可以直接安裝 登錄帳號之後 就可以直接去看我之前 購買的這些影片 而且重點是 畫質也同樣可以上到4K HDR 非常不錯 Disney Plus它也可以支援4K HDR 不過因為我沒有買 就裝個App4億以下 但安卓TV啊 不只是這樣 你還可以再去另外下載 很多好用的App 可以透過隨身底來安裝 那我在部落格上面也寫了一篇 介紹各種安卓TV必備的一些App整理 有興趣你可以去看一下 那我在這邊也同步整理一下 有些電視盒啊 有些電視啊 它雖然號稱可以聯網 但是它沒有原生的安卓TV OS 或者是根本就不支援Netflix 那你就只能自己抓APK來安裝 雖然你可以把它裝起來 也可以看 也可以登錄 但是那些不支援的 畫質就會只有最高 720p 那你看你這麼大一台電視 只看720p 你的曼賽克的感覺 就會特別嚴重 那另外JPC 75L QD啊 它附上的是藍牙語音遙控器 那它可以讓你直接用梭的 直接搜尋 像我要在YouTube上面搜尋 木曜運動會啊 就可以直接用梭的去搜尋 相當方便 那另外大家最常問的 它能不能支援影音投放 喔沒有問題 它當然都可以支援 安卓手機啊 基本上可以直接投放 那你在 區域網路中搜尋 就可以直接投放 那在iPhone的話 需要在電視上先安裝AirScreen 然後再用下拉的 功能選單去投放 它iPhone跟iOS 都可以支援 好最後最後我一定要提醒你的事啊 如果你對這台75吋有興趣 那你請 一定一定要先量過 自己家裡電視櫃的尺寸 因為這台JPC啊 裝上腳架的尺寸是 168公分 乘以103 乘以24 那像我家裡的電視櫃啊 剛好是這種口字型 那左右寬度其實是剛剛好 但是上下尺寸 剛好差了3公分 那我不能只放地上啊 所以我就另外去買了一塊木板 把電視櫃 往前延伸 電視才能剛剛好放進櫃子裡 放進去之後 我整個過年幾乎都完全賴在家裡 哪裡都不去 那我家的寬度 大概是3公尺左右 那75吋 算是剛剛好的尺寸 覺得很大 但是不至於有壓迫感 好 最後我們來總結一下 這台JVC 75吋 4K HDR 金屬亮子點 連網的液晶顯示器 那我想目前市面上啊 畫質最好的面板 應該就是QLED 那如果你要更好 只能看miniLED 但是它的CP值 真的是不是很高 那這台JVC 75L QED 有亮子點 QLED電視 那無論是畫質 大小 顏色 系統 都是一次到位 而且它還能擴充各種影音App 外接隨身碟看電影或看照片 或者是支援手機的無線投影 而且重點是它的售價只要4萬有找 還有三年保固 那我想喔 只要你家裡擺了下 你真的是不會後悔 那最後我在影片的說明欄啊 會放上它的購買連結 那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可以點進去賣場看一下 好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那如果大家對這台有什麼問題的話 歡迎在底下留言 那我是雲霸 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 掰掰